众所周知,我国历史上朝代众多,每一次耕朝换代都会伴随着流血和战争,在很多人眼里,唐朝属于我国古代史上少有的辉煌时代,贞观之志,开元盛世,向唐朝的滤镜给人产生一种唐朝是和平时期的错觉,但事实上,根据学者赵文润在天堡后期唐朝与南兆之间的两次战争的表达,以及宁志欣先生,曾深的边塞师与唐朝在西域的战争的还原, 唐朝至少经历了130多场对外战争,也就是说,唐朝基本上每年都处于对外开战的状态 要知道,每一场战争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唐朝能够一连多年持续不断地开展战争,可见其国库之充实、财力之充足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上的强国依旧美国躲过灭亡的命运,跨过时间,感知历史的温度,这里是繁华5000年,欢迎订阅观看 据说,唐朝灭亡时,皇帝被杀害,九名皇子被勒死,数位大臣被投入黄河 可见,一个朝代兴起时有多美好,没落时就有多么悲惨 也难怪南唐后主李玉的诗词中总会蕴含一种王国的冥冥之音 我们都知道,唐朝进入晚期之后已经是江河日下的局面,他不再肩负往日的盛世气象,也退去了强国的色彩 朝廷内部的宦官掌握了一定的权力,地方上的藩镇割据也让皇帝有心无力 正因如此,李玉看着这种民不聊生的景象,却也无能为力,只能将一枪报复写进诗里来宣泄自己的不满 伤女不知王国恨,隔江游唱后亭花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可以说,彼时的唐朝真正进入了一个内忧外患的局面之中 而且,在藩镇割据的背景下,总有一些军阀会凝聚大量的人力财力 最终脱颖而出,唐朝末年有七大割据势力较为强大 其中,又以朱温和李克用的实力最为强大 他们二人,一个是割据北方的大将军,另一个是割据山西的节度使 他们是同水火相互斗争,但李克用困守山西在实力上要比雄霸北方的朱温差一些 公元904年,彼时的朱温已经掌控了天平 护国、宣武等地的节度使,势力范围遍布河南、河北以及山东等地,堪称当时最强的割据势力 于是,朱温仗着自己的权势,有了篡位夺权的野心,在朱温的甚密安排下 朝廷内部掌权的宦官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他们的左膀右臂被朱温先后斩去 最终,朱温成功控制了位于长安的中央政权,自此有了绝对的话语权 但是为了真正将大权握在手里,防止忠心于皇室的臣子接连反扑 朱温也拿出了各种各样的雷霆手段,其中就包括抹杀皇子皇帝,诛杀唐朝忠臣 朱温篡权之时,晚年的唐朝政权还掌握在唐朝宗李叶的手里 因此,李叶成了朱温眼里的第一粒沙子,要想真正独揽大权 李叶绝对算得上是朱温的第一个绊脚石,但是朱温并不敢轻举妄动 其一,李叶并不是一个昏君,针对晚年的唐朝状况,李叶有自己的判断 他一方面敢于和掌权的宦官做斗争,另一方面也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统筹中央进军 因此,可以说李叶的才能和实力全都被朱温看在眼里 而这些东西恰恰也是朱温最害怕的东西 试想,如果有一天李叶真的解决了王室的内忧,那么第一个要杀的人 恐怕就是他这个外患,因此朱温伺机而动,用尽各种手段将李叶身边的人撤换掉 并且全都换成了自己的人 但是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朱温心中的忌惮有增无减 于是,他利用自己安插在李叶身边的眼线,趁着李叶熟睡时将李叶杀害了 这事还不算完,唐昭宗给李叶去世后,他的位置继承给了第九个儿子,也就是史称唐埃帝的李柱 当时的李柱年仅13岁,基本上没有治过李政的见识和雄心,因此朝堂上基本成了朱温的一言堂 公元907年,李柱离开了皇位并且力排众议,将皇位让给了朱温 朱温对皇位早就垂涎已久,所以二话没说就接过了这个位置 而且当时的朝廷重臣也是敢怒不敢言,生怕自己成为朱温下一个杀害的目标 朱温这个人心狠手辣,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所以当朱温坐上皇位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唐埃帝李柱杀掉 他这么做,一是防止李柱报复,二是杀鸡景侯,以景孝游 就这样,唐埃帝李柱成了唐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同样是在公元907年 朱温称帝将年号改为开平,被后世的人们称为后梁 如果说杀害皇上是朱温处于忌惮的结果,那么杀害皇子就是朱温有意为之的结果 在古代,每一位皇子都是身份尊贵的象征,不但要受到众多臣子的爱戴 还有着各种各样的用处,举个简单的例子 秦始皇嬴政的父亲嬴一人就是皇子中的一位 但是他自幼就被派到他国充当人质,用来换取和平 因此,古代的皇子不仅仅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更可以是一种器武化的象征 他们的命运往往不是由自己决定的,而是由时代决定的 所以,朱温杀皇子的原因就很简单了 他担心其余八位皇子离开京城,落入其他割据势力的手里 届时,其他割据势力就能协令诸侯自立为王 如此一来就会影响朱温统治江山的根基 因此,这几位皇子全都没有躲过朱温的追杀 众所周知,历朝历代都有忠心公骨之臣和狂妄奸命之臣 晚期的唐朝虽然已经进入了颓势 甚至在朱温的掌控下负面 但是,忠心于唐朝的臣子依旧不在少数 他们表面上服从于朱温的管理 但是私下却想方设法恢复大唐盛世 这些事情传到朱温的耳朵里 早已令朱温不悦 但是他隐忍不发,因为他没有充分的借口 不能肆意地屠戮这些大臣 否则,只会导致民心不稳 政局动乱 某天,朱温找来个算命的人 要求此人给自己补挂 结果算命先生告诉朱温 近期有大事要发生 只有杀人才能幸免于难 这句话反倒给朱温落下口舌 于是,他假借朱沙要饭的名义 将奸臣宁臣的帽子 强行扣押在唐朝忠臣的身上 将他们抓到了白马义内赐死 使称白马义之祸 通过这些势力 我们可以看出 朱温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 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 而他的报应很快也就到来了 公元912年 朱温因为纪律问题分配不当 导致自己的儿子朱有龟心生不悦 最终 朱温被朱有龟亲手杀害 自907年上位以来 后梁太祖朱温一共在位6年左右 他的一生基本充斥着流血和杀戮 唐朝灭亡的结局非常的惨 这与他曾经的鼎盛和辉煌时期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有人说 唐朝的覆灭是朱温一手导致的 也有人说 唐朝覆灭是皇帝昏溃无能的结果 但事实上 历史上的事情 没人能说得清 唐朝的灭亡 应该是内忧外患 多重作用下的结果 近代的中国温文尔雅 不对外侵略 不热衷于扩大疆土 但这并不代表古代历史上 中国对外也是彬彬有礼 曾经也有过大力扩张的时候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 先秦时期的扩张 华夏文明五千年 如果没有扩张 如何能变成大国 这是谁也不要否认 华夏的文明 起源于黄河流域 当时的皇帝和炎帝 争得不亦乐乎 最后 皇帝获胜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领域渐渐扩大 历经五帝后 先后进入了下朝 商朝 对于五帝时代和下朝是否存在 有人持否定观点 认为证据不太足 五帝时代存不存在 无法完全确定 但是 夏朝存在的概率还是不低的 至于商朝 那一定是存在的 而其后的周朝 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王朝 正所谓八百年的大周朝 周五王打倒商周王后 分封诸侯 疆域大了很多 随着周朝的发展 旗下的诸侯国 纷纷拓展自己的势力 秦国向西拓展 吴国向南拓展 楚国向南发展 晋国 燕国向北发展 可以这样说 先秦时代的诸侯王们 都很清楚土地的作用 因此 再尽量扩展 取得更多的领土 只要有土地适合发展和耕种 一定会用野蛮的方式进行侵略 进行征服 那个时代 讲究拳头大不大 讲究刀剑力不力 无论是西周还是东周 对于土地都很重视了 各诸侯国们习惯于开疆破土 习惯于武力征服 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 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大国 它不同于周朝那个作用有限的中央 秦朝高度集权 采取俊宪制 统一文字 统一度粮衡 统一货币 在那个时代 整个地球上 秦王朝都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二 汉唐时期的扩张 为什么要将汉朝和唐朝放到一起呢 因为自秦以后 这两个王朝是绝对大一统的王朝 也绝对是有着汉唐盛世之名的 中间的晋朝统一三国没多少年 就发生了八王之乱 不久后进入了分裂的南北朝时代 而隋朝时间很短 前后两任皇帝都是雄才大略 但开疆拓图有限 汉朝时期还是比较猛的 特别是西汉汉武帝时期 军队勇猛 打得匈奴四处逃窜 汉朝鼎盛时期 疆域总面积已经达到了六百多万平方公里 最西到了新疆 最南到了海南岛 征服南越国 往北到了沙漠边缘 当时的汉朝 除了现在的西藏 青海 东北 蒙古不在控制中 其他都是汉朝的疆域 东汉时期 疆域有所收缩 西域众国渐渐脱离了控制 而唐朝鼎盛时期的疆域 要比汉朝还要大两倍左右 总共达到了一千二百万平方公里左右 比现在都大 当时的唐朝通过文武并举 让疆域空前广袤 最西到了咸海附近 最北把如今的贝加尔湖 都囊括了进来 现在的内蒙 外蒙 还有一部分俄罗斯领土 都属于唐朝 现在的新疆 以及中亚哈萨克斯坦的部分领土 吉尔吉斯斯坦的领土 都属于唐朝 唐朝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 据说就出生在岁叶城 也就是现在的吉尔吉斯斯坦 疆域内 当时的唐朝 设立了安西 安北 安东 安南 蝉瑜 北庭六大都护府 可想而知 疆域的广袤 汉朝和唐朝 中国的疆域非常之大 这些疆域从哪里来 不是凭空得来 一些是发生冲突后 打服了 成为了中国的一部分 另外一些是主动投降 加入了华夏的大王朝 一句话 没有超强的武力 是不会有广袤的疆域的 没有一定程度的扩张和侵略 也不会有空前广大的土地 有人说 怎么跳过了宋朝和元朝 一是宋朝的疆域 相比唐朝老大哥 差得实在太远 几乎丢了所有的唐朝时期的西部和北部领土 这也难怪 历经了五代世国后 能把富裕的中原 四川盆地和沿海地带 站住就不错了 而元朝 说来疆域不小 有1300万平方公里左右 只是 元朝的时间太短 明朝时期 疆域最大时候 有997万平方公里 比现在更大 往北站的地挺多 往南扩展的不错 收服了安南 也控制了缅北 但是明朝晚期 疆域失去不少 缩水太厉害 清朝时期 鼎盛时期 疆域面积为1316万平方公里 属于最后一次扩张 现在的内蒙 外蒙 东北三省 新疆 西藏 完全化到了大清疆域内 南边和沿海 也基本和现在相当 还多了台湾 在华夏疆域的维护上 可以这样说 清朝是有功的 特别是康熙老爷子 是立了功劳的 当然 清朝晚期的左宗堂 台关西征 也是最大限度维护了帝国的尊严 综合来讲 中国古代历史上是有扩张的 领土最多是在1300万平方公里左右 但在中国扩张的历史中 不见得都是靠武力的 就像唐朝 很多都是愿意臣服 自动愿意成为蜀国的 这就是所谓的四海宾服 而清朝收服卡尔喀蒙古 也是投降过来的 没有动一刀一枪 也许高明的侵略 就是以德服人 以文化服人吧 神龙元年 公元705年 宰相张俭之等 发动神龙政变 逼迫武则天退位 唐忠宗李显复位 自此 一代女皇武则天的政治生涯 画上了句号 在李显复位之后 武则天度过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年 武则天退位后被喜居上阳宫 此时的他 已不再是那个权倾天下 号令群臣的女皇 曾经的辉煌与权势 如过眼云烟 消散无踪 然而 尽管失去了皇位 武则天的影响力 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李显复位之初 对武则天仍保持着表面上的尊重 毕竟 武则天曾是他的生母 且在政治舞台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李显时常前往上阳宫探望武则天 这一方面是出于孝道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向外界展示自己的人后 然而 这种探望更多的是一种形式上的礼仪 母子之间的情感 早已在多年的政治斗争中 变得复杂而微妙 武则天在这最后一年里 内心充满了复杂的情感 他既有对过去辉煌岁月的回忆与留恋 也有对当下处境的无奈和感慨 曾经 他凭借着非凡的智慧和勇气 打破了传统的束缚 登上了权力的巅峰 如今 却只能在这上阳宫中 默默地回顾自己的一生 尽管武则天已退位 但他的存在仍然让李显感到不安 李显担心武则天的支持者会借机声势 威胁到自己的皇位 因此 在对待武则天的问题上 李显始终保持着警惕 他在给予武则天一定生活待遇的同时 也对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监视和限制 武则天身边的侍从和亲信大多被调理 他的生活圈子变得狭小而孤独 曾经围绕在他身边的阿谀奉承之人 如今也都纷纷散去 只剩下少数忠心耿耿的侍从陪伴着他 这种巨大的落差 对于一生都处于权力中心的武则天来说 无疑是一种沉重的打击 然而 武则天毕竟是武则天 即使在如此困境中 他依然保持着一份从容和尊严 他没有像一般的失忆者那样自怨自艾 而是以一种平静的心态面对自己的晚年生活 在这最后一年里 武则天更多的是在反思自己的一生 他回顾自己在政治上的种种决策 思考自己所推行的政策 对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影响 他意识到 自己在追求权力的过程中 或许使用了一些过于强硬和残酷的手段 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一定的伤痛 同时 武则天也对自己的家族命运感到担忧 他深知自己的退位 必然会对武士家族产生巨大的影响 武三司等武士族人在他在位时权势滔天 如今失去了他的庇护 他们的地位岌岌可危 尽管武则天已经远离了政治舞台 但他的名字仍然被人们所提及 朝廷中的大臣们在讨论政事时 难免会想起武则天在位时的种种举措 而民间对于武则天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 有人称赞他的治国才能 有人则谴责他的专权跋扈 在这一年的时光里 武则天的身体状况逐渐恶化 他曾经强健的体魄 在岁月和政治的重压下变得脆弱不堪 李显虽然为他安排了太医诊治 但终究无法挽回他逐渐消逝的生命 终于在神龙元年11月26日 武则天在上阳宫的仙居殿中与世长辞 结束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 他留下的遗诏省去了地号 称则天大圣皇后与高宗李治合葬前领 武则天的最后一年是他人生中最为落寞的时光 但他以坚韧和从容面对命运的转折 为自己的一生画上了一个并不完美 但却令人深思的句号 他的一生无论是辉煌还是落寞 都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不可磨灭的篇章 为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思考和启示 回顾武则天的一生 我们不能仅仅看到他的权力欲望和政治手段 更应该看到他在治理国家 推动社会发展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他开创电视 无举选拔了大量人才 他重视农业 推行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 尽管他在统治后期出现了一些问题 但他的功绩仍然不可忽视 理显复位之后武则天的最后一年 让我们看到了权力更迭的残酷和无奈 也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了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感谢您的观看